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新兴在农村 2020年农民工的工资会早吗 到底什么情况 咱们去找了解一下 大爷 你这几年有多大了 其实六十八 六十八了 六十八身体不好吧 行 你这几个孩子也待一会儿生活吧 不待一会儿 不待一会儿 你这几个孩子 三个 三个孩子 你老人家就是六十多了 还就是村里大工去吧 大 也大工 哦 挣哪儿零花钱呗 哪个时候挣哪儿再给他们钱 哦 还得想给孩子们点 你这年大爷 你这也是打了一辈子工作 到山上 你觉得咱明年那个 2020年的工资还会得上张呗 我才是得上 就是相应的咱这些农民工 咱这些老农民干货 工资相应多的会得上一样 哦哦 就是他上张都是有什么原因 他要上张工资呢 他上张这个 这个货路他有的他不敢 有的他打 哦哦 就是说不好找工人 你这个意思是吗 也不好找工人 不好找工人 有的把工人拿来还不要 哦哦 你老人你的意思是要想找工人 还是找实在能干的 就得多出钱 是那个意思 你不多出钱 那就不去了 对对也是 你不多出钱 干什么多挣钱 你不多给我钱 我不反处 我都给你干 还有别的就是那个 是工资能搞的原因吗 那以后年轻的送的搞 那怕狗的那些妈的那种送的 哦 就是说你是说那年轻的 都宣传那种高位的质量 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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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高位的工作 你工资不高的情况下 对 谁也不愿意干 这是拿着生命危险的 是吧 有年轻的干不了 有年轻的 他干了他想不要两个人 对 也是 你拿着生命挣钱 肯定就想多挣钱 对 也不容易 也是 也是 那个就是大爷 就是说咱就是这个了 就是说 找老师师在能干的 工人缺 也得赞工资 为了这个就是缺工人 找老师能干的 咱也得赞工资 还有这个 一般的年轻的都 宣传这种高位的职业 其他的职业不做了 没人干了 也得赞工资 就是吧 就是还有别的愿意吗 可会赞工资 不做了 不做了 对 好 就是咱这就是说 工地上还有缺头吗 有少量 很少很少了 基本上看不见是缺头了 还没有缺头了 他都不干了 都不干了 年轻人都不干 老一辈都不能干了 他实际是害怕的 实际是一户 还得赞工资 那个意思是吧 还得赞 就是说 你不赞工资 他没有缺头了 年龄一大了 老年人不能干了 老年人下去了 是年轻人都不干了 年轻人不干 你如果给高工资的情况下 他获得赞工资 就是这个意思 他都还赞工资 也就是说 这几天就是说 按照几天原因 明年也有可能赞工资 明年小的得赞工资 明年小的得赞工资 得赞工资 其实要按总上的说 确实应该得赞工资 应该得赞工资 应该得赞工资 都不干了 都不干了 不赞工资没人干 不好找人菜的赞工资 年轻人他不干 他淡小的不干 他不干上 对 年轻人他岁数大了 他不干上了 两个不干上 对了 年轻人 大小的不干上的 不干上的别大 年龄大的 想干不能干了 应该得赞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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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刚才和这位大爷的交谈了解到 大爷说 现在老师师傅的工人少了 还有就是 选择高于职业的人多 工地上的年轻人也比较少了 有的学童工 在工地上都不见了 大爷说 这样势必着工人的工资会涨一些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